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6月25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万维独报 我是Cherry 一名美国高节政府官员今天表示 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本周在G20大阪峰会举行会晤 会谈的目标是重启中美贸易谈判 这项目标很有机会达成 据路透社报道 这名要求匿名的官员表示 中美可能同意不施加新关税已表示善意 但是目前人不清楚是否能在预定29日举行的川习会达成 川普政府官员曾表示 不预期这次川习会能达成内容广泛的贸易协议 但是希望能谈出未来协商的路径 这名不具名官员还表示 美国不会接受任何关税条件 也不愿意在贸易上让步举行会谈 不过中国科技巨头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案子 可能会在会谈中提出 这将是美中贸易谈判5月破局后 川普和习近平首次举行会谈 在两国元首即将会面之前 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 周一24日已应约 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财政部长努钦通电话 双方按照两国元首通话的指示 就经贸问题交换意见 并同意继续保持沟通 据美国之音报道 川普之前曾说 美方已经做好准备 对价值3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增加关税 这些关税都是以前没有施加的 这样美方实际上就对中国向美国出口的 每一宗商品都刻意关税 一位高级美国官员周一说 川普认为这次同习近平会面 是了解中方在两国之间贸易战中的立场的一个机会 川普对任何成果都乐见其成 三家中国大型银行拒绝执行美法院 关于违反朝鲜制裁调查的船票 将面临被切断美元清算渠道的风险 对此中国大陆媒体金融时报称 目前这三家银行被美调查仪式尚未最终确定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昨天表示 中共反对美国的长臂管辖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 在调查违反北韩禁令的行动中 美国法官发现有三间大型陆资银行 违反对朝鲜禁令拒绝执行船票 报道未披露三家中资银行名字 不过星岛日报追查法院裁定部分内容 发现与2017年一宗民事诉讼内容一致 当时美国司法部提出 中国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与一间香港公司合作 为一间被美国制裁的朝鲜实体洗黑钱 金额超过1亿美元 中国金融时报报道称 这并非最近发生的事情 三家银行遭到美方调查一事 尚未最终确定 这个调查已于今年3月一审 仍在司法进程中 船票之争还将于7月12日 在华府的一家法院进行二审 目前没有确切的讯息表明 中资银行会受到制裁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昨天指出 中方也一贯反对美方对中国企业 进行所谓的长臂管辖 希望美方加强同各国 在金融监管等领域的双边合作 包括合乎各方国内法的信息交流 通过双方司法协助和监管合作管道 来解决跨境讯息的共享问题 6月28日 G20首脑峰会将在大阪拉开帷幕 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 世界经济面临下行风险的大背景下 国际社会期待大阪G20首脑峰会 能够共同应对挑战 达成重要共识 大阪G20开幕前夕 日本资深媒体人木村之义 通过中国官媒撰文表示 当前美国在保护主义的道路上一意孤行 世界期待中国发挥引领作用 文章称 这是日本首次作为主席国举办G20峰会 因此受到日本媒体的广泛关注 更重要的就是 就像华为问题所反映的那样 以贸易通商为代表的中美关系 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紧张对立局面 针对世界面临的诸多课题 能否通过多边合作加深共同理解 催生携手合作的契机 将成为本次峰会的最大焦点 文章指出 首先世界广泛存在国际收支失衡的问题 现在处于国际收支逆差的美国 正在意志从中国的进口 转向依靠从其他国家进口产品 这不仅限于商品实物贸易 还必须在协调多国间利害关系的同时 从整体上就包括服务资本等 在内的贸易往来进行讨论 如果美国对资深开展结构性改革的话 收支失衡问题是无法得到改善的 其次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方面 美国单方面宣布退出奠定2020年后 全球气候治理格局的巴黎协定 与其余国家形成了1比19的对立面 木村之义在文章中称 为让所有国家都能够共享发展与繁荣 在多边合作框架出现动摇 稍有不慎就会面临瘫痪的关头 为让G20成为一个富有活力的合作舞台 世界期待中国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近日美国又将几家中国公司和机构 列入实体名单 其中不乏超算领域公司及机构 据路透社报道 美国商务部6月21日表示 美国将禁止实体名单中的实体 在未经美国政府批准的情况下 购买美国零部件 报道认为 美国推出实体名单 旨在限制中国企业获取美国技术的能力 也有舆论指出 美国进行上述动作的时间点颇为微妙 有报道称 美国能源部和伊利诺伊州的 阿尔共国家实验室 正在与全球最大的数据中心 芯片供应商英特尔 以及专注于超级计算机生产和研发的公司 克雷合作 开发一款名为极光的超级计算机 此外 美国能源部还在今年5月7日宣布 将拨款6亿美元建造第二台 百亿亿次超级计算机 2021年交付时 它有望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超算 值得注意的是 在超算领域 中国亦处于领先地位 其实力不容小区 香港南华早报网站报道称 中国最新研制的超级计算机的运算速度 比美国目前最好的计算机 快了50%左右 假设一切按计划进行 将有助于中国在今年的 世界最快计算机排行榜上 从美国手里夺回桂冠 对于美国最新的实体名单动作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美国所学者李征对参考消息网称 超算在一个国家科技实力中占据重要地位 长期以来 美国在超算领域 对中国采取的相关控管政策都较为严格 此次 美国将涉及中国超算的部分公司 及机构列入管制名单内 实际上是落实其在前沿领域 对中国科技进行遏制的做法 提升中国发展超算的成本 中美贸易战 科技战斗得火热 有分析称 中国有可能会抛出稀土这张王牌 不过多名专家也指出 稀土牌很可能只是虚张声势 曾任环境智库首席研究员 研究稀土问题多年的刘洪桥指出 黑市的部分是个黑洞 没有人知道它到底生产了多少 中国走私泛滥 稀土长期建卖甚至比猪肉价更低 据苹果日报报道 有中国媒体曾在2009年调查发现 美金稀土元素式的养化物 净止卖七八元人民币 比当时美金十元的猪肉卖得更便宜 反映黑市泛滥 导致这类工业黄金长期建卖 刘洪桥指出 黑市稀土从开采到加工不受监管 在生产上不需要考虑国家环保标准 例如怎样处理污水 是否需要做富肯 还有交还净税等 排出这些成本只会比白菜更便宜 刘洪桥进一步指出 中国是一个稀土出口大国 必须得到进口国的支持 才有可能做到情报交换 海关查处 他说 只要中方单方面的努力 没有国际响应 进口国可能也缺乏动力和决心 对于中国而言是非常困难的处境 因为黑市产量难以估计 美国数年前开始 没有再估算中国稀土的产量 现在引用的数据是中国占全球总量的36% 刘洪桥说 因为中方很多年没有公开过储量数据 数据缺失也令稀土在学术讨论中陷入诗语 他称 稀土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资源 在执法研究等层面所获得的资源和关注 与它的地位是不对等的 他表示 很能想象如此关键的原材料 长期以来被单一国家主导 而各国却从未重视如未雨绸缪 刘洪桥最后强调 贸易战只是暴露了稀土在全球资源治理的很多漏洞 伊朗在6月20日击落疑似闯入领空的美国无人侦察机 无疑是美伊外交博弈中的一步险棋 随时引来战火 幸而 川普声称空袭伊朗造成人民伤亡是不对等的回应 改以进一步制裁压迫 川普的新制裁在6月24日公布 主力打击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 同时 美国也威胁在本周后 把伊朗外长扎里夫也加入制裁之中 香港01分析指出 美国现有制裁确实对伊朗经济打击严重 其石油出口比去年美国退出和谐疫情已大跌了近6倍 可是美国这一次制裁却有图穷异博的味道 分析称 问题关键在于美国对伊的制裁空间已然用尽 国务卿蓬佩奥在新制裁公布前就已经表示 超过80%的伊朗经济已经在美国制裁之中 有论者更认为 此番制裁旨在打击伊朗的尊严 以激起他们的升级回应 好让美国重战道德高地 不过 以攻击尊严作为无人机被击落的报复 似乎是另一种的不对等 此时此刻 美国在无人机被击落后 未有以军事行动回应 除无时效的制裁外 又似乎别无他法 而蓬佩奥 博尔顿等人更双双出访中东国家 试图说服各国一同抗衡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干扰 分析进一步指出 伊朗当局之所以会主动击落美国无人机 也许更是因为他们早就看穿了 美国只敢军事施压 亦不敢真的做军事行动 而结果果然不出伊朗所料 川普最后也不敢为此做军事升级 如此 美国的底牌就已经被释出 除非伊朗主动攻击美军造成人命伤亡 否则川普纵有豪母助手及增兵等举措 其实只是表面功夫 未有真的要出兵伊朗之意 美国总统川普6月24日签署行政命令 加码制裁伊朗 但这位总统看来搞错了敌人的名字 他误称要制裁伊朗的领袖人物霍梅尼 实际上霍梅尼早在1989年就已经离世了 川普当天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时指 通过这条行政命令将会使伊朗的最高领袖 及其办公室等相关人员 无法获得重要的财政资源和支持 霍梅尼及其办公室的资产不会免于制裁 川普的这番话很快遭到美国媒体找到错处 因为霍梅尼是1979年伊朗革命的政治和精神领袖 这场革命推翻了伊朗国王穆罕默德里萨巴列维 在全民公投后霍梅尼成为了国家的最高领袖 霍梅尼已于1989年去世 而事实上川普想指的应该是现任伊朗最高精神领袖 哈梅内伊 但错误读出了前任领袖的名字 白宫起后在公布川普讲话的文字记录时 也做出了更正 只提到了哈梅内伊 这些制裁措施是上周伊朗革命卫队击落一架美国无人机的回应 美国声称这架无人机是在国际空域被击落的 而伊朗则坚称这架无人机侵犯了伊朗领空 川普这次祭出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 制裁对象除了哈梅内伊外 也包括伊朗外长扎里夫及多名伊朗军官等 封锁他们获取财政支援 而伊朗外交部反击指 美国的制裁只是宣传伎俩 以上是今天的万维独报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